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这边这个全部所有纸类叠产品的获利率 12.5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值12.5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这些纸类叠 如果大于12.5也就是大于0.125的话 它就是代表有高获利 如果是低于12.5 它就是一般获利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有的获利是负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把获利类叠化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获利的分类 所以我们用滑鼠右键点选新增量值 第一点这个地方 第二新增量值 第三这叫做获利分类 在获利分类里面 我们最常用的函数 输入if 直接点一下tap键 接下来就是逻辑值的判断 我现在是不是要拿获利率percent 来当作是一个判断依据 所以请输入1点 就是获利率百分比tap键 如果他大于0.125 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 他叫做高获利 那因为我要输入的是中文句 所以前后会加2点符号 再接下来 if 如果用1点 获利率如果是大于0 在这个地方就叫做一般获利 两点逗号 剩下是不是就只剩下小于0的 这种叫做负获利 右瓜符 右瓜符 记住右瓜符要两个 然后去打一下inter键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获利分类 所以我们这边我就有高获利 负获利 一般获利